中山新豪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今天阿欣帶大家來看中山新豪宅 由旭日和富原兩大集團合作開發的 中山108均月虎 聽說歐陽鎮說是我們的業主 一起來了解這個盤吧 現在有請我們這邊的銷售 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首先我們這個項目叫做中山108 項目位置屬於中山市的一個新城區的位置 東區 我們這個樓盤也是由香港的旭日國的集團 和我們中山的富原地產去聯合開發的 這個項目 也是處於現在政府規劃的這個 旗江新城的版塊裏面 其實現在中山市政府規劃的這個 旗江新城版塊屬於一個新城區的規劃 包含了中山市的三個區和一個鎮 包含了這邊的石旗區 東區 以及火箭開發區 以及港口鎮的部分用地 其實這麼大的旗江新城 最核心的位置就是兩大總部經濟區 就是以這條起彎道為界 左手邊這一塊叫做石旗總部經濟區 這個區就整合了非常大型的一些生活配套中合體 也都是政府發展了大概有五六年時間 所以這邊來講整體的配套都是比較成熟的 包含了有這個文化藝術中心 負力中心和體育館這些全部都已經使用當中 包括農商運行的總部 和招商行政管理中心都會在這邊 以及現在非常優質的一個 橋中和石旗第一中學 以及這個奇江實驗小學 也都已經開了學 現在在建的還有幾所公立的小學和初中 以及有一所高端的醫療服務中心都會在這邊 所以生活配套來講 其實就是隔了一條起彎道 我們樓盤這個位置就是屬於 東區總部經濟區的位置 根據政府的規劃 這裡就是作為一個新的CBD去打造 這裡最主要大部分都是以金融和商務為主 所以這個定位也是未來新的金融島定位 這裡其實兩大板塊的功能都是雙負雙城的 這兩個總部經濟區就是現在 奇江申城最核心的一個位置 再另外一個跟你說回我們項目的一個交通情況 首先我們樓盤東面是長崗北路 這條路就貫穿了中山城區南北走向的一條主幹道 是雙向白車道是母紅燈的一條快速路 然後往南接可以接回城區的中山路 郭外路以及南外環 這三條主幹線的 去到城區或者中山市各個鎮區 各個組團都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長崗路往北就可以直接上回北外環 這邊就去到石旗區和西區的方向 然後長崗路這邊還可以接回三個派線 三個派線就去到中山市的北部鎮區 以及去到廣州南沙都是這個方向的 還有我們項目西邊這一條喜灣道 喜灣道其實就是稱為中山的一條 一個淘宅一條街 其實在喜灣道兩旁的一個住宅 都是中山最高端的一個住宅區 喜灣道這條路其實跟長崗路的走向是一樣的 都是南北走向 同時喜灣道未來還會接回這條國光隧道 直接接回三個派線 這條路其實就是打通了中山的最南和最北部 一直往北就去到廣州南沙 往南就可以接回坦州派線去到珠海 一條直路來的 是貫穿了整個中山 還有一條路就是我們小區門口的豪光西路 直接接回世紀大道 直通到馬安島 那馬安島就現在比較投資比較熱的一個板塊 那其實從中山108通過世紀大道 去到馬安島大概只需要25分鐘的時間 再加上深中通道 在明年的6月份會正式通車 那其實通車之後 從我們樓盤一條直路去到深圳的保安機場 即前海那邊大概就是40到45分鐘的時間 這個也是非常方便的一個重大的交通利好 這個深中通道 在明年的6月份就正式通車了 我們直接過深圳只需要40分鐘左右 也是吸引了比較多的深圳客戶 過來中山這邊去投資或者居住 都是非常方便的 這條橋通了之後 那除了有這個道路交通以外 還有非常方便的一個軌道交通 那其實城區現在兩大站點 一個是中山站 另一個是中山北站 我們樓盤是處於這兩個站點的一個 中間位置 其實開車來說 基本上五分鐘都可以到達這兩個站點了 其實我對這個奇江新城站比較感興趣 這個奇江新城站就是屬於地鐵站 這條地鐵線也是中山第一條地鐵線 十八號線是嗎 是廣州地鐵十八號線 其實就是這條 這條線 是廣州地鐵十八號線 是從廣州南沙往中山方向延伸的 村山區 村山區 村山區這邊叫做鄉山站 村山區 即是現在馬安島那邊 其實都有站點 因為這個板塊 其實現在都是政府去規劃的一個 新的板塊 重點板 現在往城區方向走 會經過中山站 然後會經過我們小區門口的這個站點 就是祈江新城站 這條地鐵線在今年的3月30日已經正式動工 根據現在中山市交通運輸局的官方信息 大概是4年到5年時間可以實現通車 4、5年就可以通車? 對 4年到5年即是27、28年左右 到時可以直接從小區門口坐地鐵 40分鐘左右可以去到廣州的珠江新城 其實這幅圖的所有站點不是特別詳細 詳細的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回這邊 這個圖就是現在中山市交通運輸局官方發出來的一個 一個官方的圖片 對 一個站點圖 其實現在從萬慶沙這個站點往中山方向去修建 你現在首先來到的香山站就是馬安島的位置 明白 接著經過火火開發區 接著來到張家邊 是 接著去到中山站 中山站所以它不單止有這個城軌 亦都是有高鐵 亦都有地鐵 是一個綜合性的大站 然後中山站再過來的一站就是我們小區門口這個站點 叫做麒江新城 我們樓盤就在這個位置 中山一零化 接著就往這個城區方向 去到石旗和興中道市政府那邊 未來它會一直往珠海方向延伸 所以現在整個余江大灣區的交通 就聯繫得越來越緊密 比較真的便利 對 同時我們祺江新城這個站點 亦都是未來佛山地鐵11號線 以及深圳地鐵33號線的一個交會站點 這麼厲害嗎 對 所以這裡交通來說也是非常便利 對 也是非常便利 現在其實從香港那邊過來 有很多種途徑的 來到我們樓盤 其實都比較方便 首先從今年7月1號之後 港車北上 沒錯 過了港珠澳大橋之後 就來到珠海均口的位置 其實均口的位置 可以自己開車過來 就可以走坦州快線 大概50分鐘就可以來到我們樓盤 走坦州快線 對 這是第一種方式 然後第二種方式 可以來到珠海之後 接著坐乘軌 可以從珠海站這邊 大概30分鐘的車程 中山站 來到中山站 接著中山站來到我們樓盤 大概5分鐘 很近 對 第二種方式 第三種方式 就是可以坐船 坐船 中山港碼頭 對 中山港碼頭 距離我們樓盤大概15分鐘 15分鐘 對 15分鐘的時間 明白 同時未來還可以坐高鐵 深茂高鐵 可以從香港西九龍 經過深圳北站 接著經過虎門 虎門大橋 不是 虎門站 然後就可以來到中山北站 接著中山北站 再過來 中山北站來到我們樓盤 都是5分鐘的時間 好 這麼近 是 很多種方式 其實現在 香港過來是很方便的 假設如果它在我們的這個 深圳過關 直接現在就走那個 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 未來走深中通道 現在是虎門大橋 是 沒錯 直接過來都是很方便的 是 是 是 明年開始深中通道 就通車了 沒錯 所以來講交通是 叫做一個交通樞樓 比較便利的 我們周邊有些什麼商業配套 會比較好用 周邊的配套 其實你講回商業 我們項目是比較大的 是 本身小區內部 我們都有非常豐富的 一個商業業態 我們小區內部 是配備了大型的 一個購物中心 和商業街 現在周邊現有的 也是中山目前比較旺的商圈 Coco City 是 可以沿著長谷路下來 大概5分鐘 可以來到Coco City 然後來到這個利和商圈 和這個石旗的大順新都會 就大概15分鐘的車程 都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周邊的教育配套 因為現在在中山來說 小朋友讀書都是按照這個學區來劃分的 東區本身這個教育資源 都是非常優質的 我們是劃分到這個省一級的 重點公立小學 水雲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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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現在在我們 這個新城區的板塊 政府亦都有規劃新的教育用地 我們樓盤一公里 大概在這個位置 就有一塊 是90個班的公立小學和初衷 90個班 是比較大型的 規模比較大 都是非常優質的 公立小學和初衷 然後旁邊這裏 有一間 亞丁來灣區商業學校 其實如果開車過來 都是3分鐘車程 這間也是英國的百年名校 從幼軒到高中直升 它何時可以落戶使用 現在已經是投入使用 已經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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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建好了 是私立學校 這種學費貴不貴 學費相對來說 比公立學校要貴 會貴一些學費 但是它基本上 都是外語教學的 一個私資力量 和教學設備 都是非常優質的 這個亞丁來灣區商業學校 現在包括中山城區 有三所三甲醫院 從我們項目出發 基本上都是10至15分鐘的車程 可以到達 一個是中山市人民醫院 一個是中山市博愛醫院 以及中山市中醫院 這三所三甲醫院 所以醫療配套也是比較方便的 同時周邊的一個居住環境 其實在城區來說 很難找到一個交通方便 配套又完善 同時周邊也是公園環繞的一個樓盤 然後我們這個項目 在東區來說 也是唯一一個是臨光而見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藍色這一條 就是中山的母親號祺江 祺江河 這個自然資源是不可以複製的 不可以複製 也是非常稀缺的資源 同時周邊也是公園環繞的 我們項目南面 這裡是一個中族線公園 大概100畝 都是比較大的 六樓就是公園 然後這裡祺江河 在江邊也是打造了一個奔公公園 162畝 這個奔公公園現在已經是動工在這裡 何時可以用呢 三年左右時間 然後在項目北面 這裡就是現在政府在搞一個 一個非常大型的灣區體育公園 這個公園是770畝 建成之後 將會是這片區規模最大的 一個綜合性公園 包括有非常大型的人工湖 一些運動設施 跑道 錄道 其實都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我看過對面那塊地 都有一個公園 是 這裡也是一個公園 所以這裡 下樓其實就是公園環繞的項目 環境非常不錯 是 所以這個區域整體來說 無論你是自己住也好 或者是投資也好 它都是價值非常之有潛力的一個板塊 OK 那跟我們講一下這個項目 我們看回我們小區內部的整體規劃 首先我們這個樓盤是非常之大的 我看到沙盤都焗了 是 這個沙盤也是非常之豪氣 對 規格很大 首先我們現在售樓部的位置 就在這裡 藍色這塊牌的位置 是我們現在銷售中心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看到嗎 看到 我們這個項目 就是由五個地塊去組成的 首先在我們售樓部對面 這個地塊就是我們第一個地塊 這裡會見中山未來新的地標 就是這座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金融中心的高度相當高 是 這裡我們會進駐五星級的酒店 同時會有甲級寫字樓 很多企業會在這邊辦公 有寫字樓和辦公區 然後底部就是我們自身帶的 一個非常大型的購物中心 其實我們小區內部 也可以滿足到我們所有業主的 一些日常的消費 意識住行和休閒娛樂都滿足到 剛才和你介紹到 麒江新城的地鐵站 就是這個地標的樓下 在這個位置 哇 就是那個地鐵站 其實真的很方便 是 這個地鐵可能 你會感覺到 早幾年這樣說 可能會覺得比較遙遠 但是這條地鐵線 在今年3月3日已經動工 已經動工 這個大家都比較清楚 對這個動工的消息 已經動工 我想知道這個雙圈 何時可以落成 小區的話可能就3至4年的時間 對3至4年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地塊就是這邊 這個組團就是我們天聯和天羽的組團 一共是有6棟 這個150米到200米的超高層來的 這邊就是做300平方到700平方的大面積 哇 超大平層 是 其實性質 我們跟你說 就等於是深圳灣1號搬了過來中山 是 這邊我們做的全部都是兩梯兩戶的 全部都玻璃外落面 所以我們這個項目整體的定位 是比較高端的 提出來了 住在這裡的 相對來說你的一個圈子 和人群都是完全一樣的 是 然後第三個地塊就是我們中間這一區 透明這一區 我們看到是規劃了有7萬平方的商業街 當然我們看這個沙撥 它全部都透明的水晶體 可能有點難理解 我們看看這幅圖 是 那這幅圖就是我們日後 商業街成形之後的一個規劃圖 我們做的這個商業街 是做得相當有特色的 首先外納面是比較吸引人的 然後高度的話可能就三層四層這樣的高度 也是全球頂尖的這個設計團隊去打造的 巴馬丹娜建築設計公司 因為它的風格 包括佛山的嶺南天地 和珠海的富華里 我就覺得這個區域 一眼看下去 為什麼這麼像我們珠海富華里 同一個設計師去打造 我就說 那就是相當於 一邊有商場 一邊有商業街區 其實就跟我們珠海 那邊就像華麥商都 那邊就像富華里 一模一樣 沒錯 然後在商業街中間這個位置 也是做了一個水景 一個音樂噴泉 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市的華調城 連出來這邊就有奇光河 那這裡就是我們打造的 那個賓江公園 162畝 其實你商業街是可以直接連通的 這個賓江公園 文化中心我們是公建配套來的 就是我們會建好 然後交回政府的使用 那裡面會規劃有一個大型的圖書館 還有會有一個大型的演奏廳 演奏廳 它未來會承接中山市政府 一些大型的黨慶活動 譬如歌舞活動 鋼琴 表演 它全部都會在我們文化中心這邊去呈現 是 亦都有一個大型的圖書館 那你平時如果周末喜歡看書的 喜歡混量一下這個文化情操的 可以來到我們圖書館這邊去學習 明白 我們目前現在在售的這個住宅板塊 其實就是這個地塊 那那些大平層那些不賣的嗎 現在大平層暫時未開售 我們陽板間是做了出來的 做得相當豪氣的 那我們現在賣住宅區這個地塊 這個地塊總佔地101畝 其實本來在這個板塊裡面 在東區總部經濟區這個板塊裡面 有一塊住宅地塊是非常之難得的 嗯 是非常細缺這裡的住宅地塊 那我們這個小區共是規劃了 有15棟這個高層建築 15棟 是15棟 大約多高 總層高是32層的 明白 32層高 我們有兩個出入口 這裡就是正門 這裡就是側門 側門也不小 是採用這個人車分流的一個設計 地上我們是不走車的 然後小區中心 我們是規劃了有5萬平方的一個小區圓林 然後在圓林的中間位置 也都有一個1300方的游泳池 分了有成人池和兒童池 很大 然後圍著這個5萬平方的小區圓林 也是收了一條跑道 圍著這個圓林去建 平時可以在這裡散步 或者萬跑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然後在這個位置 也是規劃了有一個鯨魚主題的一個小朋友 兒童樂園 這邊有運動場 羽毛球場那些都會有的 那麼我們15棟樓一共是分了兩期去開發 目前我們現在是第一期 那麼我們現在第一期所受的流動 就是第二棟到第十棟 這裡是二棟 二棟 三棟四棟 這裡是五棟六棟 這裡是七、八、九、十 即是這些都是賣的 是現在賣的就是二棟到十棟 那至於後期第二期的工程 就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棟 後面我們全部都是做大面積的 大面積 八四方起步到兩百二這樣的區間 那麼我們現在一期所有的流動 全部都是南向的 南向和南北對流的戶型 全部帶精裝的 那麼就兩梯四戶的一個設計 兩梯四戶 總層高就是三十二層高 那麼我們現在賣的產品主要是有兩種 一種是一百二十七方的 就是錯層的一個設計 是分了上下兩層的 當然這個戶型我們就非常實用 因為它本身是額外送了六十個平方 即是上面那一層就額外送了嗎 是 還有一樓都有一個房間是送的 相當於是你買白三方 你相當於是買了一個一百九十方的戶型 額外送了六十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平層 平層我們是有兩種面積 有八十九方和一百二十七方 八十九這邊是做了全中山唯一的一個四房 八十九做四房 是 幾個衛生間 兩個衛生間 兩位 四房兩廳兩位 哇 有沒有那麼實用 非常實用 一會兒你會知道 好 還有一隻是一百二十七方做了一個五房 即是一百二十七它有一個平層的 一個錯層的 是 是 是 有一個平層有一個錯層 五房 沒錯都是五房 厲害 所以這邊的護形來說 整體的實用率也是比較高 同時我們一個交付標準 也是全中山來說 非常高的一個交付標準 戴裝修交付 是戴裝修交付 待會你看二十八間的時候 可以看得到 其實自己買一些家具電器 就可以入住 因為其實很多裝修的細節 我們是做得比較貼心的 哦 做得比較細 是 裝修的品質也是無需置疑的 明白 對比其他樓盤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我們所有的一個裝修的品質 OK 這個就是大致的一個樓盤的介紹 價錢 價錢 價錢呢 我們現在賣的 八三方的那個護形 大概軍價就兩萬三左右 複式那個就是上下兩層 一百二十出複式的 是 大概兩萬三左右 看頭層高低 有少少價差 明白 然後一百二十七和八十九的 大概就是兩萬到兩萬一 平層就兩萬到兩萬一 當然我們現在還有一棟八棟 八十九方的特價 多少錢 大概是一萬六到一萬八 為什麼這個便宜這麼多 因為這一棟 我們現在是八月份才有的 這個價錢 八月份我們是做了一棟八十九方 是專門做這個特價包買的 明白明白 所以如果真的感興趣的朋友 真的要拿時間過來看看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它的樣板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麼實用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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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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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户型 这是1-6栋的89平方 看看能否是否能做到4房这样实用 一入門口的話,這個位置是屬於半陣送的空間 因為這裡實際膠庫的時候,這裡有一個圍欄 然後你自己砌玻璃,有這個位置屬於送的 然後送的入戶花園的一個小房間,書房 然後過來看看膠庫的標準,這些就是膠錶 看看膠錶有多細緻,這裡是冰箱預留位 這裡有很多插口,這些是否可以移動 厲害,然後有收納櫃,這裡還有燈帶 雙聲盤的設計,消毒換櫃 有一個細細的入戶花園 這個就是廚房空間 它有一個長步教表 這個是一個2加2的四房兩位 好像我們門口進來的那間書房,是送的 實用率高達100% 護朝南,我們的露台去到3米5 然後這個開間都去到3米5,7米5的中心 看一下,這一半就是送的 這裡就不是膠錶,自己組裝 看一下房間,那裡才一房 這邊就有三房 這裡是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三進式設計 旁邊就是我們的房間 飄窗台交付 然後送了那部分的空間 來看看,這裡 這間小房的話,到時那裡也是飄窗台 飄窗台交付 即是你做塔塔米 如果飄窗到這麼高,你就做塔塔米 這邊還可以放書桌 其實我覺得這裡就應該做衣櫃 對 好,已經就關房了 主人房,厲害 帶上衛生間,是個大套房 這裡入門的這個位置,這個走廊空間 是讓你做了衣櫃 一般正常來說,如果是普通的 因為這樣入門,這裡是牆 所以這裡多了這個衣櫃的空間 厲害嗎? 四房,八十九,兩位 我覺得是很實用 這個護形很神奇 好神奇 放在坦州都是小見的實用護形 是 這個我今天看了中山這麼多盤裡 對八十九平方最滿意 實用得最高的一個單位 OK 看下去的話,其實有很多都是主場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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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小房間可以跟主人房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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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這裏如果交付是一個結構性鏈板 即是傳送 大約就是這樣 應該是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壺形有些東西 很厲害 一隻暗門那間房那麼大 南北對流雙露台的設計 整個空間非常闊 盡心也很深 先看看 它有一塊壺形圖 延史我們正在看的 這個是偶數層的壺形圖 即是這個 入門位 南北對流雙露台的廳 廚房位 再來看看整體的一個空間 廚房比較小 抹三方不算大的廚房 但是廳房就寬闊了 無論是客廳還是飯廳 這個是生活露台 看看大露台 好厚重 這個推拉門很厚重 它只有兩線 只有兩線 中規中矩 這個露台 4米 這個廳闊度4米 所以露台的闊度都是4米 我們飯廳那邊的話 還有生活陽台那裡是3米1 現在進去看看 裡面房間 如果這麼大的廳 我放過超大的背景板 兩道真是好看 衛生間的膠錶 好 再來看看這間房 其實也寬闊的 做書房 做客房也可以 寶寶房 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其實 不算很大 這兩間都不算很大 而且這間房間的話 它是露台部件的房間 主要這裡 大房在這邊 套房 其實這裡是一個套房 大套房 看看樓上 這個樓梯位下面還可以做一個收納空間 樓梯位下面是4房間 樓梯位 5房 嘩 即是雙主人間的設計 變成三個衛生間 如果有長者樓下就長者房 樓上就主人房 隱私度很高 私人空間很足 這個護形其實很像我們在横琴見到的 中野液競工館 像不像 不過横琴那邊的價錢就高很多 翻幾番 我們再看看其他護形 看完複色之後 你是不是再看平層就會覺得差一點 其實不是的 這個都是127平方 但是它就做了平層 你越看就越有驚喜 跟著鏡頭來看看 這邊一樣是我們紙母門 膠標 然後進來的話 這裡就做鞋櫃位 同樣的話 這裡贈送了我們的一個房間位置 這個其實是結構性連板 加上這間贈送的房間 其實是做到五房的單位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多房間 沒問題 阿欣教你怎樣改動 一般正常來說結構性連板 這場是主場 不能打的 這次不是了 這次換成那邊是主場 這邊原來是可以打的 大家來看看我們這個圖織 這個是入門位 這裡是入門位 然後這個就是結構性連板 你有沒有看到 黑色的那些是承重的 這個空間 它就不屬於承重材 它就可以打了 我們本身是一個橫廳設計 這裡已經超過了600呎的大橫廳 假設性你如果把它撞起來 這個廳超過700呎 這個空間超厲害的 看看這個橫廳 7米長的景觀露台 再加上我們整體的600呎的橫廳設計 把它全部撞起來 這裡又封起來 哇 你這個廳還有800呎900呎 厲害 超級厲害的 除了贈送的空間之外 我們這個設計其實也很巧妙 我們這個戶型是一個南北對流的設計格局 這邊就是景觀性露台 這邊的話 我們由入門那邊開始看起 這裡是一間房間 你假設性打開那個窗 其實兩邊是全部成間對流的 這間房你可以作為兒童房或者小客房 我們這裡就有另一個生活露台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廚房位來的 廚房大露台 你如果覺得這個廚房小的話 不要緊要 我們這個廚房完全可以改動的 來看看 你看看 廚房部份 這裡其實你可以改了它 因為這個位置你可以打了之後 做中西廚結合也是OK的 所以你就會擁有一個超大的大廚房 超大的大横廳 如果居住區域的話 沒有問題 這裡就是我們房間位 這邊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進心也是比較深的 看看這間大廈房 不細的 你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間大廈房 主人房是個大套間 其實整個主人房來說面積是非常之大 我進去給大家感受一下 這裡就是我們衛生間的一個空間 然後再看看我們的休息區部分 這裡放了一張大床 一個1米8的大床 三邊落床 整體位置非常寬闊 入門位置它專門預留了 可以讓你做衣櫃部分 你在這裡一入門 做一段時間的大衣櫃 如果你弄成這樣 這裡也很氣派 其實非常之寬闊的主人間 這就是我們127的平層護形 其實整個項目來說 無論是89的4房兩位 還是我們127的平層5房 或者是我們複式的127平方 每一個護形都充滿它的特色 而且都是實用性非常之強的護形 今次看完這個均嶼108 連阿欣自己都覺得非常滿意 非常之喜歡 所以講解都充滿了激情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非常正的 而且位置很好 它的配套也很多 除了有大型的室內大商場 Shopping Mall之外 還會有我們類似於富華里 這個情景式街區的暴行街 商業氛圍非常之濃厚 休閒的區域也很多 有體育公園 各種公園在附近 是一個很適合居住的區域 而且目前整體的單價都不算高 如果你想要特價單位的話 現在快快聯繫阿欣 阿欣介紹特價單位給你 如果想看樓的話 每逢週一到週日 我們刑途置業的話 都會有看樓團 在香港這邊出發 直接過來這裡 想要更多的資料的話 記得持續follow我們這個頻道 下期見 拜拜 下期待